三月七月八卜 发现国家应该听 欧洲应该来靠近 武汉危险的事件之后 骁龙文化很苦 第一时间也决定 三周技术家进驻的时间 全部都演技 骁龙国际艺术村 今年上半年因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超前决策 暂缓五月 进驻的德国、意大利 以及洛杉矶等地区的艺术家 第二次文化叫骁龙文化 今年争算并跟外国来交流 总级邀请再来外 着过有的祖川家书家 丁波党有四周 七月的家书家 都来自欠情严重的美国 帝国和意大利 骁龙文化祖川 决定研究明年三月 始终文台并知识 先邀请台湾的家书家来进驻 骁龙国际艺术村 在三月初 欧洲疫情大爆发之前 就已经果断决定 全部将三组艺术家 延期至明年进驻 那近两日的境外案例 急速的增加 也让本局确认 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市长黄伟哲也表示 将邀请台湾新锐艺术家进驻为优先 那我们也会邀请策展人 帮我们积极联系台湾的优秀新锐艺术家 以邀请的方式欢迎他们来骁龙进驻 那届时也会持续提供优质的展览 文化标识 出处的国际家与演技组传 已经得到文化部的东西 文化部也表示 会专利支持 介绍受保障的单位 办理修正 还是演练进主的阶位 我们在新闻甘心腹 咖喽参谱